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诗的背景最有可能是《历代志下》第20章 那时南国犹大周边的国家决定要联合起来围攻耶路撒冷 整个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但诗人依旧对天父怀抱着坚定无比的信心 他相信在天父的大能与怜悯之下 他们一定能再次得着胜利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83篇 《诗篇》第83篇 神啊 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不作声 因为你的仇敌喧嚷 恨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 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他们说 来吧 我们将他们减灭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 要抵挡你 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石玛利人 摩押和夏甲人 加巴勒 亚门和亚玛利 费利士 并泰尔的居民 亚述也与他们联合 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求你带他们如带米店 如在基顺河带西西拉和耶宾一样 他们在尹多尔灭亡 成了地上的粪土 求你叫他们的首领 像额利和西伊伯 叫他们的王子 都像西巴和萨木拿 他们说 我们要得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我的神啊 求你叫他们 像旋风的尘土 像风浅的碎阶 火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烧着山林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 用暴雨恐吓他们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 好叫他们寻求你 耶和华的名 愿他们永远羞愧金黄 愿他们惭愧灭亡 使他们知道 唯独你 名为耶和华的 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虽然当时的状况 已经非常糟糕 一定有很多人的心 已经开始动摇 但诗人却持续坚定不移地向天父呼求 他确信天父爱他们 并带领他们经过水火 得着最好的胜利 亲爱的朋友 当困境看起来已经没有转机的时候 你会选择放弃吗 鼓励你在天父的爱里 你可以不用放弃 只要持续向天父祷告 把你的需要告诉他 相信天父会以他的智慧 带你走接下来的每一步 他也会是你最强而有力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垂挺我的祷告 帮助我能度过危机 我相信有你的能力同在 我永远都可以充满信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对天父有信心 不轻言放弃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